交警调查和执法部昨晚在五个州属如吉隆坡、柔佛、吉打、彭亨和霹雳摄路障展开两个小时的检举行动 开出3000张罚单 当中超速驾驶的驾驶者最多 当局一共开了1115张罚单给维利的驾驶者 全国交警调查和执法部副总监鲁斯安就指出 当局单是在今年就发出了300万张的通知信给维利车主 提醒他们缴付罚单 然而依然还是有很多人罔顾警方的指示 鲁斯兰在新街场收费站展开的联合取缔行动时指出 当局从这个月开始采用自动车牌号码识别系统后 单是在第一个星期就追查到至少2000辆拖欠交通罚单的车主 他呼吁车主如果手上有多张罚单还没有还清 那可要小心 否则一旦过了两个月的宽限期 当局将展开进一步的对付行动 交警指法部是在昨晚10点到凌晨12点 在全国多个地方设路障展开指法 除了超速驾驶 当局也抓获24名巴士和罗里斯西吸毒驾驶 另外一些车主则是犯下超载 无牌驾驶等等罪名 NTV7综合报道